封面人物 希望可以制作像封面人物 或者是无名英雄这样的单元 请这些杰出的从业人员 在节目中介绍他们奋斗的过程 我相信对大家来讲 一定非常有启发性 今天志平为您邀请到这位 是中性房屋的 房屋中介的这位代表 李方祥 李大哥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亲爱的听众大家好 是 叫你李大哥是我吃你豆腐 其实他很年轻 他非常非常年轻 我这个是稍微卖弄一下 但是我想请教一下 看起来这么年轻 可是你在房仲业从业 已经有多久的时间了 我这行做23年 23年 23年 也就是民国83年 你就进来这个行业 是是是 无打无装进来 当初是什么样的这个环境 会让你想要进来这个行业呢 我之前当兵的时候 是在厨房的班长 那我姐夫是老代叔 他就说 要退后进前就说 你退后后要做什么 我说没开餐厅 他说你把他开餐厅 了不起就是 隔一斤两斤 就做到四斤了而已 所以就看到革命军 有防务公司在征采 就这样子无打无装进入这个行业 革命军就是当时我们所阅读的这些 这个很小的一本 像这个精神食粮一样的这些书 对不对 然后后面就有防众业者在刊登广告 推伍之后你可以去那边应征 结果你就上了 因为是看着他的保障底薪才去的 那个时候的保障底薪是多少 三万六 三万六 即便是这个时候来看三万六也很高啊 就是被那个数字吸引住才去 可是三万六的保障底薪 也许会变成将来你的一个魔障 这个待会我们再来谈 好不好 进入到房仲业开始的时候 刚退伍嘛 也许都没有一些人脉 那你那时候是怎么去奋斗的 那但是呢 我想先请你来告诉我们 奋斗了多久才让你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满意的成绩 其实我蛮感谢之前老东家给我的一些教育训练 因为其实会从事房仲业 有一个小时候的心理的因素 我们家小时候是在眷村长大的 即便到了现在快五十岁了 那个房子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所以我们对房子跟家的需求 从小就有这样的强烈的预感 所以对想要帮助别人圆一个家的感觉 到现在一直还有 是 帮助别人圆一个有家的梦想 这点是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的原动力 到现在都是 因为这样子 所以一直这个动力支持你走下来 那好 我在看到你的成绩的时候 其实坦白讲 我可能今天我们一样一样来念 二十分钟念不完 不简单 好 我还是要请方祥告诉我们 李大哥告诉我们 在这个行业里面 要做到像这样的成绩 有多么的不简单 好不好 你的这个年收入 或者说方便说的话 当然告诉我们没关系 或者说你的这个 每一年做成的业绩的这个 这个数据 简单的告诉我们好不好 不简单 谢谢主持人 我这个讲话 其实就是比较爱钱的一些 看到一些没钱的人想要买房子 他没有找到方法 那资讯上的不对等的时候 买方没有得到充分的讯息 当卖方 他在卖房子的时候 他找不到适当 很认真帮他负责的人 是 所以基于这两个的资讯的关系 加上小时候 有对家的这种需求 强烈的感觉 所以在服务上 客户上的时候 会特别的用心 会站在对方的角度 去思考很多事情 比如说 要跟住房子 住很久的 去刁难 我想租房子的 都是经济的弱者 是 所以他们在 每次的搬家 被房东要房子的时候 那个的情境 那种不堪 这种心情 我想 当你租过房子 租过两三次的时候 尤其是 你的枕边人 你的另一半 或者是你的小孩 要就学的时候 要跟人家救护家 那种窘境 是 那种心情是 你经历过那个感觉 你才知道 对 到处要求爷爷告奶奶的 真的 要看人面识 对 那种心情会让人家 很心疼 这是我替 站在买方的角度想 那站在卖方的角度 有时候是因为 他非卖不可的原因 加上他 卖方有时候 要卖的时候 有些说不出的苦衷 跟面子 跟社会问题的时候 他必须找到 适当的人 去代言他的产品 所以基于这两个 是对立的情况之下 加上 最主要是高奖金的吸引 所以我们在这一行的 给自己的动力 每个月寻找自己的动力 是很重要的 以上 大概是我 可能维持这么久的 一个动力的原因 可是你还是没有告诉我 你成绩做的有多好 如果讲了太多 我们每个月 我现在的团队 有150个业务同事 我们卖房子的速度 可以几分钟 就卖掉一间房子 快的话 像我们最近 四五千万的案子 我们可以几天之内 就可以卖掉 是 你一年要卖多少 像这种四五千万的房子 你要卖掉几栋 几栋不敢讲 可以立自己的业务目标 其实你习惯 习惯自己追求一个模式 成功的模式 你就会给自己 源源不断的动力 以自己 我就规定自己 每个月一定要成交 二到三件 这是指大型的商办 不敢讲了 只要能成交的 只要能成交就算 只要客户给我们服务的机会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是 好 然后这个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你的成绩是这么的好 我相信各位 我们的听众 就是你正在收听这个节目 你可以Google一下李方祥 李呢 就是木子李 方就是这个工作方的方 一个土字旁 一个方 工作方的方 想就是吉祥的想 你就知道他的成绩有多优秀 但现在我这个问题 要来考你一下 我们不是看到很多房仲业 所面临的这个房子的买卖 是目前来台湾来讲 是很不景气的 那遇到这种不景气 你怎么样还能维持这么好的成绩 就恐怕很难吧 其实就是找到自己的 要的方向而已 你说台湾不景气 卖的人还是大有人在 买的人自住型的需求 还是这个刚性需求还是有的 是 卖的人 他只是房子没有卖掉 不像嫁妻子的样子 你的女儿就长这个样子 你只能找这样的女婿 所以我们每个房子 都有它的真价值 把它的真价值发挥出来 找到适当的人来找 适当的人来买 这个就是我的工作 卖房子就像嫁女儿一样 有点像嫁女儿 把真正的价值发挥出来 而且找到适当的人来买 那就对了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 为您访问的是中性房屋的房仲 这位是李方祥 方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制品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觉得荣幸 为什么呢 我正在跟一个超级的top sales 正在对话 那其实就是我的梦想 这个我也曾经当过sales 我做过广告AE 那这个小小的一个荣耀 当年曾经得过 拿过那一年的新人奖 那么可是呢 就觉得说 当AE 或者是当sales好累哦 我会觉得 如果一直要在每个月 跟那个数字相处 对我来讲是很痛苦的事情 这个应该是这么说 这个 我觉得我受不了那个累 是这样子 那现在 这个今天有一位 超级的top sales 来到我的节目当中 就坐在我的旁边 我想请教一下方祥 所以这个 支持你这样子 一直走下去的动力 刚刚你是说 你真的很想赚钱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要帮大家 圆一个梦想 圆一个有家的梦想 是 有家的梦想 是 23年了 你带过的新人也无数吧 有 对不对 你能不能一眼就看得出来 或者经过两三天的相处 你就看得出来 这个新人将来值不值得栽培 有没有哪些 这个新人的身体上面 透露出来的味道或讯息 让你去观察它 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个经验吗 不简单 谢谢主持人 你社会新鲜人 不管说是从事业务行业 或者是什么样行业 一个企业组都喜欢要主动负责的 这个人格特质 如果您是社会新鲜人 你若没有主动的社会 主动关心 负责 乐观的这种工作态度的话 其实我最近听到一句 一句话 这个是一个企业主跟我分享的 是 机会是争取来的 不是等待了 机会是争取来的 机会是争取来的 他在家里面等他就会来的 即使一个大咖的客户 当进来你的店 他都在测验你每一个的 你的工作态度 你的价值观 你的做事的态度 你的方向 其实我们评价社会新鲜人 也是这样的方式 人都会包装 头前三个月都没准 就像我们很多 租过很多房子一样 很多房东 在租房子的时候 都要很正常 很多房客刚开始 他会没有房子 其实没有原因 这个就是长久以来 累积下来的 所以我们鼓励 人都会犯错 人都会年轻 但是从失败中找经验 他越不愿意给自己成长的机会 这是我们对社会新鲜人的一些观察 好 那真的 李老师今天来给大家上课 不可能 我是觉得从过去成功的经验里面 我们可以学到一些 未来你不再犯错 或避免失败的一些法则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哪怕是每一位 不管你是哪一位 这个社会新鲜人 恐怕你都要听一听 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 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好 这个假定 要成为一个 像你这样的超级top sales的话 你会怎么去建议他 要做哪些事情 一开始 做业务本身 要有就是服务的特质 在里面 服务特质 用单位说就是 较低薄性 要激薄一点 要激薄的 你要主动的去关心 关怀你的客户 房仲这个行业 其实是买卖双方 价值对立的行业 价值对立的 所以在卖方 最近听了一句话 没有不卖的房子 你这台外卖 你儿子会卖 你儿子不卖 你儿子的老婆会卖 所以不会不卖的房子 所以他终究一天 因为我看过很多的屋主 业主 眼睛一闭的时候 下一代就开始吵架了 我最近又听到一个买方 很有钱 客户很有钱 他的说法是说 在我有生之年 把我很有钱 我的钱做个适当分配 用我的钱买给儿子 他还会感谢我 不要等我死了之后 我也看不到了 他们为了这些 我留下来的钱做争吵 我觉得这些都是有钱的一些客户 他们一些智慧 没错 然后所以也根据这些 客户所透露出来的讯息 你就可以找到 其实这也许是 帮他卖房子一个很好的契机 这是看到的商机 你可以告诉我 你的手机会关机吗 24小时不关机 对不对 是不是 我看过很多超级的销售 很多top销售 他的手机 我都问他这个问题 你下班时间几点 没有下班时间 对 这就是标准答案 然后手机什么时候关机 我从来不关机 而且身上要带三颗电池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万一没电 对 怕随时没电 在飞机上也可以做生意 在捷运上也可以做生意 所以有时候在我们耳边听到 有买卖需求的时候 都是这些关键字 都是我生意的机会 所以 好 那你怎么样去充实自己呢 充实自己当然 我会觉得 这样应该是这样来问 就是说 也许你会觉得 我工作这么多年了 我耳机耳机很累 我为什么要休息一下 我想休息一下 会有这种想法吗 耳机 王永庆做到九十几岁 所以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我们没有资格 谈休息这两个字 王永庆人家活到九十几岁 还在赚钱 对啊 是是是 那是一个社会责任 咱是今儿一个社会责任 所以 我们没有资格说休息 这两个字 是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早安台湾 封面人物的这个单元当中 为您请到的是 中信房屋的房仲李芳祥 因为我们的节目 多少还跟时事有一点关系 所以在最后 我要请教一下芳祥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台湾的房仲 这个所面临的 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 这是可以严重的问题 已经从不知道几年来 都是如此了 对不对 但是你还有这么好的成绩 你怎么看台湾的房地产市场 特别是如果今天你是专家 你要告诉我们商办怎么看 一般的这个住房怎么看 你可以告诉我们 简单的分析一下好不好 谢谢 谢谢主持人 以上办的立场 台湾其实有钱人还是很多 只是大家现在的信心指数不够 大陆人都敢来买台湾的不动产 台湾为什么不敢买 现在年轻人或许觉得 我租房子轻松 压力变轻 可是以这几年来看 租金的市场 租金的行情是往上涨 所以长久来看 你现在或许租房子轻松 但是长久来看 你买房子是一个强迫储蓄 这是以住家市场的心态 以商用不动产更是直接 我举个例子 我一个人疑心 在开业已经开了15年 他租金缴得快上千万 最近他跟我们买了一间店面 10分钟就决定了 买一间3000万的店面 他说我给他知道 十几年前 房地产的这个金行的会儿 我这十几年来的租金 1000多万 已经可以滚出下一间房子的 所以以自用型的前提 台湾的房地产一定可以买 如果是自用的话 自用需求一定可以买 那如果是那种想要当前客的 那种投资客的 你会鼓励他吗 还是可以鼓励 台湾毕竟是宝岛 我们的面积那么小 台湾人就敢买了 台湾人为什么不敢买 加上现在资金利息那么便宜 最好的投资两个管道 房地产跟股票 房地产还是相对稳定的投资工具 你是说他的资讯是够公开的 是 够透明的 可以容大家去做选择跟判断的 是 好 这个非常棒的专业意见 这个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 中信房屋的房仲 李方祥 方祥在这个行业已经从事了23年 那么这么久的时间里面 他给自己创造出很好的成绩 当然了 大家今天很谦虚 我们就麻烦各位听众 上网去Google一下 好不好 上网去寻找一下 方祥他的成绩有多么的好 那会称他为Top Sales 这绝对是一点都不为过 那志平今天也非常荣幸可以访问到方祥 这个以后如果有这方面的专业问题 我们还要再来请教你 随时后叫 随时后叫 好 谢谢主持人 是 我们非常谢谢李方祥来到节目中 谢谢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 0800-880-699 0800-880-699 0800-880-699 对不起对不起 台湾的听众 这只电话迟到了 即日起 央广为台湾听众准备了免付费电话 请记住这个号码 0800-880-699 只要开放现场勾令 台湾听众都可以拨打这只电话 完全免费 不用钱 0800-880-699 0800-880-699 不用钱 好嘞 不用怕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各位我们早安台湾的好朋友 在收听完李方祥的故事之后 你知道吗 方祥大哥还告诉我 他说服务客户多年 其实他觉得自己比较像李长伯 那全是李长伯 他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敦亲牧邻 拜访在地的这些邻里 而且一做就是好多年 他可以处理的事情好多好多 甚至于有邻里住户有困难 他都会主动的去协助去调度的 当然了 他的主力还是以房屋 相关服务为主 曾经有一个越南新娘 嫁到台湾以后想要好好地有一个家 但是他是外国人 他先生又是信用评比比较不佳的劳动工作者 而最后透过了他的协助 他们终于可以用20万的现金 直接买到房子 想到这边 志平今天最后要用这样一首歌 跟大家分享 这是五月天所唱的《顽固》 其实看过这首歌 MV的听众朋友 大概您也清楚 这个歌描述的就是 自己怎么样去坚持自己的理想 好好的去实践它 希望这首歌 也可以带给你很大的省思跟启发 我身在当时你幻想的未来里 这颗狂热和冲动 早已冷却的如今 你顽固的身体 潮湿在镜子里 只留下 雪光消失的痕迹 每个心都相信 每个人都记忆 每个故事的自己 反复地问在自己 这些年不敌 你是否会贪心 有什么是你永远被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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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一次你 吞下了泪 一次一次平回 剥碎自己 一天一天你 你是否还相信 我最飞 活腻地進鲜 你追逐 你呼吸 你 1938 长得热心 披情脸中的苦果 若我其实都忘记 如果你能一直 这条路的陷阱 我想你依然做得很过瘾 走过的小刺激 走不到脚冲击 却快手失去叛逆 寻意藏了表情 卸下了小面具 我想说谢谢你 谢谢你 一路陪我道歉而已 一次一次你 吞下了泪滴 一次一次拼回破碎自己 一点一点你 是否还相信 我在你心身处 那稳固的自己 我可以 回 vit泪 我可以 一次你吹下了危机 一次一次评论我随自己 一天一天你是否还相信 我在你心里寻求那黄古地 你当时相信的那些事情 会在如今变成美丽风行 你当我迟疑从不曾忘记 我在我心身处 我哭到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